不知道啊 明天起床不可以一直哭一直鬧喔 好嗎 你叫什麼名字啊 弟弟叫什麼名字 弟弟幾歲 弟弟 然後他三歲 好棒喔放電 我的成員就是 我是當一個單親媽媽 然後吳靖豪跟吳靖安 當初是單親然後 懷他 不敢給家裡的人知道啊 然後就下來 那時候都沒有工作 就是 錢一直出去 都沒有收入 都困在這邊 然後也沒有人幫忙 社會局的社工 就是說找慈濟 慈濟可以馬上就幫助我 然後我就 打電話隔了幾天就打電話 給慈濟 然後就 師姐他們就過來 很快他就拿了急救金喔 先讓我急用一下這樣子 師姐他們就建議我說 叫我去找工作 然後把他們安置在 就是一個去讀幼稚園 一個去托育 好棒喔 三年 對啊來這裡三年 再打包就是要搬家了啦 因為這裡 訪客都嫌我們 我們太吵了 就是要叫我搬家的意思啦 找搬家公司來搬嗎 沒有耶 不然還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師姐就跟我說 他們要幫我搬 我就 就有一天安心了一些 回收的它就是有很多灰塵啊 我們先把它刷洗乾淨 環保志工 然後去外面回收回來 覺得這個物資堪用的話 我們會留下來 然後給需要的人 剛好志願他們有需要一個流離開 板面有黏住這個膠袋 那現在私下看起來就髒髒的 膠袋把它清理乾淨 這樣子按家看起來也比較開心 以外東西不是全新的 但是我們也要用心這一份 這個都拿 還是我們是放在箱子裡面 這個都拿 這個都拿 這個如果請人家搬的話 就可能要幾千塊跑不掉啦 我們搬是完全免費 那我們當然也有賺到啊 我們也有賺 我們賺的是歡喜啊 賺的是公德財啊 我們現在要放這邊 哇 你們幫我們搬流離開 哪邊 這裡搬 這樣應該可以幫我們搬上 好 來 辛苦了 來 辛苦了 這今天師姐 文儒啊 文儒做 要這邊推房子 好 好 好 希望她以後真的找到自己的幸福 好 我也有東西要給索堅吃金筒 是什麼 吃金筒 這是我跟小孩子的零錢 有這個不思心 代表你的善念已經啟發 很感恩你 我會將它不思出去 好 感恩你 恩 好 三樓 四樓 這四樓 這樓就掉下來 好 這樓就掉下來 弄住花 辦公大樓是禮拜一到禮拜五 然後第二是下午的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四 是打掃人家的庭院 然後這是第三份 是居家打掃 可以賺多一點 就自己的能力 就可以不用再 讓慈禧這樣 補助錢這樣子 給更需要的人這樣子 對啊 從認識慈禧以後 就是身邊的人都是 都是我的菩薩 也是我的貴人這樣子 她以前最早我們來的時候 她是把她的頭髮都不剪 過了這個腰 腰部以下 後來前幾個月啊 當我在環保站 又看到她的時候 她已經把頭髮剪到這邊 就代表著我更知道 她的決心在哪裡 她想要翻轉她的人生 就是做一個很大 徹底的一個改變 師姐他們都對我很好啊 我想說回報他們啊 所以就來這邊做環保這樣 下一次長大了 希望能夠長大了 希望能夠長大了 給你們